太让人震惊了,10月29日上午,著名央视主持人李勇妻子哈文,在微博,宣布了丈夫去世的消息,经过十几个月的看来,2018年10月25日,凌晨5点20分,永时我爱。 消息一出,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了,因为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李勇患癌的消息,但如今回看,原来一切早有预兆,在今年的4月13日,哈文49岁生日当天,他曾晒出一家三口的合照,当时李勇剪掉了其标志性长发,化成一头干上利罗的短发,当时大家还称在他的发型很超很酷, 但现在想来,癌症病人在化疗期间会大量掉头发,所以李勇才干脆把头发剪短发,而5月3日,李勇50岁生日当天,哈文也曾晒照为丈夫庆生,称他为不老少年,从照片上看,李勇的状态略显疲惫,疑似因被癌症折磨,今年8月13日当天,有媒体在首都机场,拍到李勇一家三口,当时正直升下, 哈文穿着短袖上衣,女儿更是短衣短裤,但李勇却穿了两件衣服,白色长袖替去交隔阻外套,想必那时他身体已颇为虚弱,更让人痛心的是,9月份时,报上传言李勇一家三口已经移民美国,虽然哈文出来澄清了, 但依然为民族谣言的散播,直到今天大家才知道,李勇其实是去美国癌症呀 在这17个月里,哈文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丈夫患病的消息,同时还要承受外界一些质疑,想必这段日子他们一家三口都过得很辛苦吧 虽然李勇离开了我们,但他在舞台上的光彩,一定会在全国人民心中永存,一路走好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